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蒂姆多多 经过了三个月的努力 我成功让猫咪以为 鸭子就是他们孵出来的 刚开始鸭子破壳的那几天 我们猎手真的无微不至的陪在旁边 以为他自己的孩子出生了 特别的担心 真话那鸭子就嘎嘎了 没事的他在睡觉 但是呢前段时间因为我羊了 所以一直没管这个鸭子 这鸭子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了 多重了 撑一下 哇 比刚出生的小猫还要重啊 而且呢这只鸭子没有名字 要不由屏幕前的你们来取吧 把名字打在弹幕上 以后你们就是小鸭鸭了 干爹干妈 但是这只鸭子现在一次都还没接触过猫咪 来来来来各位接触一下 嘎嘎香啊 猫猫还有点害怕啊 这鸭子怎么这么自然啊 面对这么多猫毫不委屈 你站起来 哦 它害怕 鸭鸭鸭 鸭鸭 哎呦 妹妹 鸭鸭 哎 你们护出来的小鸭鸭 哎 猎手 刚才你护出来的小鸭鸭 这只鸭鸭贼凶啊 还攻击猎手 嗯 嗯 你嗯什么 看来这只鸭子一点都不怕猫 甚至还啄猫 太嚣张了 所有猫都被追着到处跑 就连豹猫也是 太丢豹子的颜面了 我从来没听过哪只豹子也怕鸭的 猫不吃鸭子了吗 猫不吃鸭子了吗 你们干嘛 你们为什么这么怕小鸭子 哎呦 哇 我们的鸭子在吃猫粮 不是 你真把你自己当猫了呀 小鸭子 嘿 你们是猫吗 你看 一只鸭子在你们的猫粮里面疯狂动土 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又开始吃猫粮了 这猫粮还挺不错 在B站C100的榜单里也出现过 现在B站出了C100榜单 对各自领域的产品都做出了一些评价 猛闯去也有很多 好的猫粮呢 也不止这一点 都是通过大家的一键三连和投票选出来的 这个榜单要是推销开 大家看B站C100榜单 买猫咪用品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了 不是猫粮吃猫粮 你也吃猫粮 你是不是压啊兄弟 不是你不要跟猫粮爸爸学呀 吃猫粮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这鸭子真的 我觉得它是鸭中铝布 它只要走过去 就都绕到走的 绕到走的 铝布鸭 据说鸟类第一眼孵化出来 看到谁就会认谁做妈 这只鸭鸭好像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猎手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会不会跟着猎手走 来 猎手 天啊 完了完了完了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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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果然 好像跟着猎手走的嘛 要跟过去了 怪不得我看那些视频里面 就鸭妈妈里面的一群鸭子掉在水锅里 有原因的 经过刚才的互动 好像唤起了我们男妈妈猎手的母爱 好像没那么嫌弃了 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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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现在的鸭子还是不受猫咪的待见 多数都害怕它 这怎么能行呢 点赞过三万好吧 我抓紧想办法让猫瞬间喜欢上鸭子 让它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